说到凯米台风的影响 新竹县宣布停班停课 许多民众担心缺粮食 全都涌入了卖场超市来抢购 做房台的准备 不止蔬果货架是空荡荡 连肉品鸡蛋也都抢光了 结账人龙是排满满 传统市场也有人不畏风雨的来采买吞粮食 凯米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发布 新竹县宣布今天停班停课 许多民众担心商家关店没营业 都跑到卖场和超市抢购物资 台风凯米逐渐靠近 早上开始风雨已经有在增强了 现在趁雨势还比较小的时候 有许多民众已经到了卖场开始采买 现在卖场出现了采购潮 购物栏装满满 不断从货架冰柜内挑选 民众疯狂抢购 看看架上空荡荡 连耐放的马铃薯跟金蔬菜类全都没了 有人看了看只能摇头作罢 肉品鸡蛋和面包也是一样被抢光 今天放假才会过来 风雨也还可以 没有到很可怕 今天买了什么 今天买了什么 买了面 买了泡面 零食 大概就是平常会吃的东西 先生说要来吃点心零食那些 来补货 泡面罐头最畅销 还有人拿了一整篮 超市甚至堆砌了长长泡面墙 结账人潮看不到镜头 买了青菜然后一些水果海鲜那些 对对对 防台 对防台 晚上之后都不会再出门 对怕风太大 就是不会出门 礼拜一有买一点东西 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 所以买也没有买很多 今天再来买更多一点 因为像说台风 买一点泡面汁 传统市场则是门客罗雀 只有零星滩饭摆摊 民众穿雨衣撑散来买蔬菜肉品 就怕越晚风雨越大 得有足够粮食安全待在家 躲台风